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 欢迎大家 欢迎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几位真是艺术家 而且王明天老师说 说这国宝级的呀 确实如此 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们 马子兴 男低音歌唱家 他的歌声浑厚深沉 饱含深意 马子月 男低音歌唱家 他的歌声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马子月 男低音歌唱家 他的歌声雄浑厚重 抒情豪发 今日三兄弟首次携手做客 你看谁来了 将与我们分享怎样的艺术人生 三扇神秘大门背后 又是哪些好友将惊喜亮相 有请大来宾 马子兴 马子月 马子月 有请三位大来宾 三位马老师好啊 有请 有请 马老师好 欢迎您 欢迎欢迎欢迎您 欢迎欢迎 来来来几位老师到这里啊 王方啊 你先猜猜三位老师的年龄吧 应该跟您年龄差不多 是比您小点 哎你要这么说吧 球有点过分了 嗯 稍微比我大点 哈哈哈 您还大比您还大呀 稍微比我大 王一年老师已经65岁了啊 也就是你们都已经过65了吗 差不多吧 基本上是七八九组合 加上他六六七八九 六七八九 嗯 七十八十九 快九十 对 这相当于这是大哥 然后老二十年 对 然后您是老三 你们是亲哥们吗 亲哥们 一奶同胞啊 那咱妈生了几个娃呀 哎 一个 按照我们说是五男二女 我上边还有个大哥呢 哦 大哥 我说今天是九十九十岁啊 比他正好大二十一岁 声音也 一头一尾 一头一尾 对 唱歌的呢 是我是老二 嗯 他老三 老三 老五 他老五 这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都爱唱歌吗 遗传谁了就是 没有 遗传应该说是姥姥家的基因 姥姥家 当时家里那时候很穷也不知道学音乐 嗯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 就是我母亲声歌高很壮 我们家的舅舅上我们家的来 大概都在一米八以上的歌 说话声音相当的洪亮 哦 真有点这个 生振临木的感觉 哦 那那 在院子里一声 那树月就嘎吵 想真那样 妈妈那辈的 那就应该是谢谢妈 所以我们三个 谢谢妈 对 我们母亲的基因 哦 那你们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 有就音乐素质怎么样 就有跑调的吗 跑调都不会 嗯 就没干点活可以 我们是受我哥哥影响 对 我哥哥先唱歌的 肯定是 我哥哥影响我 我影响我弟弟 哦 那其实您跟这小弟还差十几岁呢呀 差十一岁 所以您就一出生 已经听着哥哥们的歌了 嗯 没听到他们的歌 就是听我妈妈唱平戏了 哦 也受那个影响 后来就知道他们唱歌了 特别是 我二哥走了以后 我三哥当兵走了 在战友共团 穿成军装 哎哟 羡慕的我 我说我一长大以后 一定唱歌 一定到总政歌舞团 结果谁谁承想 当了两年兵以后 我 哎 这个要总政了 呃 调到总政这个 员蒙成真的 哈哈哈 天呐 那相当于是大哥是没当兵的 就您没当兵对吧 我们俩当兵啊 哎呀不是 然后老二老三是当兵了 对 就那个年代啊 你们都算唱出来了 相当于呢 其实呃老二的这个大的机遇 也还不错 感叹长征 对 长征组歌 当时和尚队员呢 哦 和尚队员啊 我们感的机遇比较好 我1964年参加东方红大歌舞 嗯 1965年就参加长征组歌 没想到唱上组歌 就唱了一辈子 哦 所有演出了六十多年 演出了一千多场 跟耿利峰我们老战友嘛 对 那今天呢 我们刚刚来到这里 咱们先给大家呢 来一次三兄弟的一个联合表演 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唱一首歌 唱什么歌呀 唱感动吧 我们把这首歌呢 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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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歌 歌 唱歌 唱歌 抱怨我一落同容 甘忠 老是那隐切的希望 引领我奋斗走向成功 甘忠 老朋友默默的祝福 延续这阵盛唯有经理团承 为何我今夜 如此大怒 为何我今夜 如此堵入 尽情有心 在我心中感恩的心火灼 永恒化作永恒 此时此刻 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把他们的三个男低音的歌唱家 拢在一起演出的第一人应该算是五个 从认识到现在也得几十年了吧 我所要追求的和他要追求的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 有三个房间有三个朋友 要选就选第一房间吧 一号房间是吧 一号房间 一号房间 你们可以提五个问题 没错 通过他的回答你们看看大概 一请帮我打开 一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打错了 哎呀掌声有请贾丁老师 贾丁 贾丁著名音乐制作人 他们因工作相识 并且紧密合作多年 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相聚 将与我们分享哪些台前幕后的趣事 贾丁老师 我们俩一个团的 都团长了 我早了早了 应该说我当了好多年的团长 他也当了好多年的团长 我早知道你是团长 我等于是接过了 马老师的那个接力棒 这个团长不团长无所谓 但是呢作为一个艺术团队的一个领导 他最重要的是要把他的演员 他的艺术家能够怎么能够把他们的激情 能够揭发出来更好的在舞台上去呈现 他们的艺术品 你肯定就是想说你给他们写过很多歌 曾经确实写过 今天坐这儿 您知道这三个 这是三个音箱啊 音箱 音的音箱 对 真的是 刚才我在后头听说听说啊 一家里头出了三个男低音歌唱家 这个别说 我觉得真的这个 你看谁来了 今天真是做了一期达到国际水准的一期节目 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世界的声乐领域 对 这是一个奇迹 是的 这是一个奇迹 就是说一家 虽然他们 歌仨没有 不是老大老二老三啊 但是我习惯的还叫大哥 二哥三哥 还是这样 好像外面都是这么叫的 对我习惯了 都是这么叫 因为呢这三个人 他们确实是 你看着这虽然是三个人 但是他是那一代的 这个歌唱家当中是 独领风骚的三个人 同时也撑起了中国男低音声部的半壁河山 哎呦我的爸呀 哎呦天呐 你看一个在河北省歌舞剧院 一个在战友文工团 一个在总政歌舞团 他们都是抬柱子 你知道男低音声部很难的 没错 真的是真的是很难的 我先发发感慨啊 然后呢咱们再说 因为你看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整个歌唱领域当中 往往忽略了这一个声部 它对于整个丰满 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声乐艺术 它有多么重要 它是给你立地的那个定海神针 对它就像你 它就像这个乐团的旋贝斯 对不对 电子的那个那个 电乐团的电贝斯 电贝斯 它是低音 它是缠注 它是接地的你知道 它丰富了整个这个声乐艺术的 它的层次 它的层次和魅力 是 同时呢 这个男低音歌唱家 说实在的 也是孤独和寂寞的一群人 嗯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 就是说 我老说马老师啊 嗯 他做人很低调 但是就是做人很低调 但是声乐不能没低音 合唱队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 整个的这个合唱舞台也是这样 就是低音声部 它永远是沉在那里的 嗯 它永远不是飘在那里的 嗯 但是呢它特别 没有绝对不行 它绝对没有不行 对 你像你这个地方就没有音箱 没就是没有低音的话 你你你的声音你听得多么难听 现在是我们可以用电声 嗯 那我们可以用技术可以解决 但那时候不行 那时候纯靠乐队就是要靠全辈子接地 那么声乐 低音就是要靠低音去整个的去 是 整个丰富和饱满 您这三位老师您是先认识哪一位的呀 我是先认识 我 我 因为他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们一个院 一个院 为什么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爸爸过去是这个团的 是跟马老师是战友 我们是情绪两代人 但是我们就这辈儿就乱了 他管我爸爸叫老哥 我管他叫老哥 这辈儿就乱了 单 都是单令 单令 单令 不管乱与不乱 反正是就是说对马老师我是一向尊重的 啊 而且呢说实在的我当时就我的声音也很低 哎呦 在和尚里没问题 当时我爸爸还说呢说你去跟马老师去学 后来你咋不学呢 后来是怎么回事 因为马老师他们特别典型 就这他们三兄弟的整个的人生经历 他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你要想学男低音 你就要有甘于寂寞 甘于孤独的 就是你不甘寂寞 心理准备 哎 我这个人就爱闹腾 你知道吗 马老师哎 他们的真是这样 他们的做人也是这样 嗯 特别低调 其实在这之前呢 曾经有文可征老师 对 他们是作为男低音的歌唱家的代表性人物 但是他们属于另一个年代 嗯 那么这一代就是属于中间代的 他们属于前代 我们上面还有一代人 对对对 那么他们他们这一代的这个 男低音歌唱家 说实在的 应该是作为作者 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有愧于他们 嗯 就是写这类作品的人太少了 就是专为男低音写作品的 嗯 太少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真正认识 男低音的魅力 就是说他这就是通过大众传媒认识 男低音的魅力 他不像吴天球老师 文可成老师他们是在舞台上 他毕竟小众的大家的认知 大众的认知应该还算是 当年一部片子叫 呃 那个 汤姆叔叔的小屋 对 对不对 里头有一个密西西比河的那个男低 您唱着 您唱着 你去西比河的你我轻易唱 对对对 保罗罗伯逊 大家好 大家一下子知道的那个歌特别 你要是要配成一乐 马老师要认真的给您唱 嗯 这个歌太有魅力 他们唱歌根本不用什么声卡 这就是音箱 对 自己又带着这个音箱 他就是三个音箱歌在这儿 三个大的第一音箱 就是您三位 您觉得 你们自己觉得每个人唱歌的区别是什么 或者特点是什么 学院派 哦 学院派 军队派 通俗派 是吗 对 这是 永永三个人的那个艺术经历不同 嗯 还有年龄的不同 嗯 我也不能说学院派 就是方式 我我比喻的比较准确 因为我二哥是 嗯 大学学术带头人教授 嗯 他是以交歌为主 嗯 所以他是交歌的 嗯 我三哥呢是唱了那么多年 长征组歌 现在又做讲说 讲说 讲解 讲解长征组歌 他是说歌的 嗯 唱歌的就剩一个了 就剩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 我反正我 我反正我在加油文团的时候 马老师 依然是我们的台柱子 嗯 就是说啊 我们老师说 一个真正的艺术团体 如果他不是一个全元素的高端 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团队 嗯 这样的话呢 马老师呢 他的声音就代表着我们的品质 整个一个团队的品质 越少了这个声音不行 南高音太多了 对不对啊 对不对 能唱还是基本算是一个标准 南低音呢 因为他的歌唱性呢 没有南高音那么灵活 南低音分为两种 一种是歌唱性的南低音 还有一种是合唱里边 作为根音基础发挥声音效果的南低音 这就是要是欣赏南低音的话 首先先了解他 是歌唱性的南低音呢 还是比较粗壮 稍微笨重一点的南低音 您觉得您三位 谁那个唱得好一点 您谢谢您 这个 这个我特别笨了 笨了 因为我特别小朋友 说我唱的 这个 年龄大的 他实际上 南低音呢 是一种外来的一个声部 嗯 因为咱们从这个咱们 炎黄子孙的人种来讲啊 南低音就非常少 嗯 在咱们的民族声音史上 很少有南中低音声部 比如咱们的传统艺术 京剧 对 各个地方戏 甚至曲艺 都轻易做的男女高音 所以说这是 西洋音乐传进来以后 不为当时中国老百姓所接受 也有点 因为他们没听过这种声音 嗯 我第一 他战友 第一次唱歌说 说 我听你跟我说过 说附近有个农民说 说他好像在钢里唱的歌 在大钢里唱 嗡嗡嗡 嗡嗡嗡 就是 他没听过声音 嗯 包括我毕业以后 刚一到河北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呃 我汇报呀 你说听我唱以后 有人觉得不可思议 人还能出上这种声音呢 嗯 就是他们 他们弹着耳朵我听河北帮子了 当时 大家接触男低音的时候啊 然后在旁边的 我们那个那个战舞人团的 那个就是 团员的他的母亲 嗯 快给这 快送孩子去医院吧 看这孩子给憋成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说后来这个音乐工作者 老前半一代又一代的 啊 力争把这美上让法在中国普及 嗯 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对 所以使了我们这个中低声部 也逐步逐步为老百姓所接受 嗯 人们也知道了 哦 还有男中音 还有女中音 嗯 男低音 女低音还比较少 就是大家的认知啊 还是要靠作品 对 说实在的 你看啊 你说马老师我 我我写了多少男高高的歌啊 我两千多少基本都是给他写的 那你怎么不写 但是我真的男低音就写过一首 写过我写过 对就写过一首 就是他们唱这种 对对对对 他是这样就是说呢 不太好写 他他比较 确实有负担 他有负担不是歌词有负担 而是音乐有负担 对 所以我特别有幸 就是我特别有幸第一次 就是也就是他们三个兄弟首秀 就是合在一起用男低音的这个声音 然后呢跟观众交流的 就是假导 特别有幸 假导安排的 那时候我听了一下 完了后来咱们就一发不口收 对吧 一直合作 不能的我们就合作了很多次 一直合作对 一直合作对 对 就合作了很多次 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咱们的这个合作 因为咱们后头整个大家就开始忙个忙个 对 我觉得这次特别有幸 你看谁来了 我来了 你们来了 咱们大家继续合作 对 来来来 合张影 合张影 我们第二位嘉宾呢也来到了现场 咱们第二位嘉宾咱们继续猜 咱就坐这猜吧 对就坐这猜吧 你们猜猜是二号还是三号房间 二号 二号 ok 是男的是女的 哎 哟二哥你可以啊 这回啊 一般我们的范围之内没有女的都是男的 真的呀 那没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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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跟韩 韩老师啊 有可能是跟你关系特好 他对我们 我跟哈老师很熟 但韩老师没说跟你关系好 韩老师啊 韩之平啊 估计有有有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 二哥 是当兵的吗 二哥 那就差不多了 是 那你俩人选择吧 第三个问题 你爱人是吹号的吗 哎 是搞音乐的 搞音乐的人家说 又是韩姐 没错 那人家老五就认定是韩姐了 咱俩认识 于七十年代初 你跟他 也有快五十年了吧 哎呦几十年了 差不多 那不问了那您猜是谁 韩之平 咱们来看看二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韩之平老师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对了 哎呦韩姐好啊 韩之平 著名歌唱家 他们因工作相识 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 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相聚 将与我们分享哪些歌声背后的故事 这个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您的印象中 老二是什么性格 老三是什么性格 1975年西志门内172号 对 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 我们同台演出 对 同台 对对对 所以您说说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您跟他二位比较熟 一个认识我是最早 对 我们俩是最早 对 后期他上总是歌舞团了 才知道 哎 他们俩是哥俩 我当时特惊讶 然后有一次多少年前 你们三个人做了一次节目 节目对 哎呀我更惊讶 我说大哥也唱得这么好 对 因为太难得了哈 对 然后他们的音色都一样 对 这特别难得 所以我真的特别敬重他们 尤其跟那个二哥 嗯 嗯 我们 比较熟悉 哎 接触的那个比较多 时间比较长 对 嗯 还有一个呢 他身上有很多那种文气 嗯 就是看书比较多 知道的东西比较全面 夸奖我 对不对 真确实全面 他们的声部 跟您的声部 能同时演唱吗 你们这个 从声乐的 他得唱几步 很少几步 很少 因为当中差别太大 因为如果差八度吧 还好唱 实际我吧 四度到五度 实际我不是个女高音 哎 后期怎么得给我弄成那女高音 我是个次女高 对 哎 不是个女高音 就你也唱不了那么高 是吧 对应该是 但是那个是学的时候 就是什么都唱 然后歌剧什么什么都唱 然后就是 反正也是年轻吧 就是 反正就是知道自己的声部 不是那个人 我声带的长度 嗯 女高音的长度不一样 嗯 人家都是 都是特别的短 短 我是很长 但是我没有像人家那么宽 就是那个声带没那么宽 但是就是长 一声当时查我声带就说 你怎么能唱哪 女高音呢 我认识韩姐 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 呃 因为来来咱们天津卫视做客嘛 在我心目当中啊 有很多 呃 咱们天天津籍的歌唱家 嗯 都诞生在天津 我韩姐也是天津人 给我留下的更深印象 是三唱周总理韩姐唱的 唱的让全中国人民都能掉泪 我姐还当过人大代表 回来给我们全总统系统做报告 我们都得到位 在金月团礼堂里边做好了 听我韩姐讲报告 哎呦 印象深 我说哪天我要能认识一下韩姐好了 后来有机会录音呐呃演出啊 我就认识了 原来他总统歌舞团就是借我们这些人过去 对 韩姐还说过报告 我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候才二十多岁 哎呀 我通过韩老师的演唱我总结出这么一个 也因为他是这个郭老太太的学生 按道理他应该是传统的美声学派的学术人 但是呢 他把歌曲演绎成吧 特别是中国语言为突出特点的 用中国语言演唱中国名歌里边的美声唱法的大姐大 哎我这没听懂啊 不是不是 就我这一个外人吧 这听不懂 就是我等于就没有入道 知道吧 就没入道 然后呢 就最后呢 军队呢 就是老师 尤其我们团 跟别的团还不一样 都自己写东西 写完东西给你定好调 站在乐队那里排练 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在美声唱能够演唱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就是我韩姐 这不会是 我们团都管它叫韩姐 哈哈哈 对 心不大了知道 哈哈哈 您的印象中 马老师 这马二哥有什么特点呀 我就知道他特爱好的是 鸡油鸡那个 马 马 我们俩碰见过 他给我推荐 这个马你给他买下来 对 看见马就来 对对对 您属马吗 不是属马 我喜欢马 他喜欢马 所以我那个屋叫石图斋 啊 我的厨房叫石图斋 那真好 都存着各种各样的马 特别好 一辈子的马存着一辈子的马 去马图 哎 这个那那那就是二哥那的东西 你不嘎了点回来呀 不让进屋啊 哈哈哈 不让进呢 哎呀 我怕该了 因为我的原则是贼不走空吗 哈哈哈 那咱这样啊 正好韩姐来了 那咱们呢做一个小小的 这个咱们对三兄弟呢 有一个了解 好不好 请三位老师起立一下啊 嗯 我们做一个 听我的问题 然后呢 是就向前迈一步 否不动地儿 听明白了吗 来 三个人谁认为 自己的脾气比较好 向前迈一步 相对吧 哎 相对啊 听我三少话 啊是吗 哈哈哈 谁这三位会做饭的 向前迈一步 做猪腿 行 会做饭的 在家里边 一片和谐 特别听太太话的 向前迈一步 这你肯定是二哥 我 我还是我吧 哈哈哈 你没有 哈哈哈 我不太听 哈哈哈 哈哈哈 这这 我不要听话 哈哈哈 三个人中比较懒的 向前迈一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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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主动能干家务活的 向前迈一步 他说比较熟 还是我 哎呀 可以啊 会干活 然后 嗯 来 先交给老婆的 我又往前迈一步 谁在家里不管钱 向前迈一步 我来也没有 快到快掉台底下了吧 谁在家里家庭地位 还老大 向前迈一步 我们家没养狗 养狗我排第五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哥可以吧 可以 不行我在家是孙子 哈哈哈 哈哈哈 来来来几位请坐 哈哈哈 你看你看这个 你这问题太有意思 我这边你有意思吧 有意思 这么一看啊 合着您三个 就我表现最好 都不会做饭呀 会做都会做饭 我跟我爱人做饭的区别 就是平常他做饭 来客人我做饭 我们俩区别在这儿 哦 您做的好点呗 对 按说一般会音乐的人 我觉得就会很聪明 很多喜欢做饭 对 有饮 对 不愿意刷碗 平时是我做饭 来客人我们是外边吃饭 哈哈哈 这个是大哥的孙子 考上了国外的音乐学院 对 他在俄罗斯 南迪 和里卡音乐学院 哦 哎呀 可能还是遗传经吧 对 传到第三代了 他的他的 他也是个低男主义 现在现在来干什么 哦 也属于南迪 哦 也属于南迪 嗯 对 这个今天呢 咱们请这个韩老师来啊 咱们请韩老师给我们唱首歌 咱们几个歇歇 好不好 韩老师唱首歌好不好 好 韩老师唱首歌 不好意思 酒要告别酒要离去 像叔叔 酒要炖上最后的军力 烹咱们尖尘滤 唱一 ber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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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他 那是他哥 叫魏松的唱上去了 他表哥 他表哥 当年我表哥 我表哥魏松 他也是跟我一样学南中音 后来 魏松是您表哥呀 我表哥听表哥 改的南高音 您的孩子唱吗 我的孩子不唱 孩子不唱 那你咋不让 你咋不遗传遗传呢 他要唱 他可能业余时间喜欢 唱一些流行歌什么的 你看那个人大哥的孙子 就那小伙子啊 就那穿蓝衣服那小伙子 那穿蓝衣服那小伙子 现在在格林卡音乐学院 也是南中音 我特别好奇 我特别好奇 这传到孙子那 你怎么中音了呢 你能上来一下吗 上来一下 那个你坐这一下啊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小伙子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老师好 我叫马清剑 目前在俄罗斯 格林卡音乐学院 读研究生一年级 我想问一下啊 你爸爸培养的吗 这是你 一块培养的 我爸跟我爷一块培养的 这是你爷爷还是老爷 我爷爷 爷爷 那你管他叫什么呢 爷爷啊 都是爷爷 都是爷爷 那你叫五爷吗 五爷和三爷爷 和三爷爷 是吧 来 我孙子说了 在家里 马子虞是我亲爷爷 亲他是另外的爷爷 另外的爷爷 对 那这样 你现在既然学这个 你随便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我们来 就让你那个 童爷爷 给你检验检验 起立起立 那我唱一首 莫斯科交位的晚上吧 好 太好了 好 看一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可以 几年级啊 研究生一年级 一年级啊 童爷爷 来来 您评价 你回来以后 我跟你介绍 跟童爷爷学畅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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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高一点 你爷爷对你严格吗 你说实话 挺严格的 挺严格 收拾你吗 小时候收拾 怎么收拾你的 就是 我小时候练钢琴 然后都是我爷爷 一直把我带的 但你想想啊 你现在多感谢爷爷呀 对 是不是 好久没听你唱了吧 爷爷 对 这有一年了 爷爷您觉得他唱怎么样 爷爷就是在俄罗斯学习这一年 怎么样 有进步没有 演艺水平大概也就这样 你这鼓励鼓励 不是爷爷爷说的是实话 是吧 我估计他今天是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这个你别看他这个研究生了 但是这个舞台的这个 舞台的这个展示能力 有时候研究生不管了 要不你再来一遍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刚才有点紧张 你就随便唱着玩 哎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 没问题 大家如果对大家一块给他一点 没问题 他就自信了嘛 来 预备 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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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好多了 对 刚才太紧张了 这个声音 真的好太多了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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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了 对 所以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呢 你在舞台上 历练的还少 你像他那一歌 都给他弄了 多情土地啊 都可以唱 多情土地 对啊 都可以 好不好 加油啊 孩子 这边这边 来表话筒 好嘞 谢谢啊 真好 这个插曲都好 对 对 这个插曲 这个插曲好不好吧 王胖 我觉得是这样 你对他 对我那个 我们的孙孙 那么厚望 但是 话说回来 唱中国作品呢 我 我大心眼里边 因为铁心 我们俩是铁哥们 我们俩最早是 结实于八二年 时候在一起 我俩的志向都接近 他那时候唱 年轻的心啊 小贝壳啊 我唱那创作歌 起依然工人都 都快乐 但是呢 我们讲究什么 特别 男中国的男低音 男中低音 特别重视 语言的基础 嗯 所以语言呢 比如说 我为什么大伙 先问是东北人 东北人 发音 标准化 比较容易 接近 中国符合 民情的 语言 结构 是吧 唐山人呢 也符合 对 中国语言的结构 天津人呢 这个说出来 也符合 这个歌唱语言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两个最后 追求的最后一个结果嘛 就说 语言 要服从作品 唱法 要服从作品 对 因为这个基础 才有了多型土地 才有了 呃 西洋红 才有了寻找回来的世界 才有了那个 对 还有寻找回来的世界 我想起来了 对 对 但是我在我心中 铁心有一大捆 这个代表作 对 他不能说 有一首就行 我就说 哪怕给我一首呢 我也有个机会 结果都让他给强跑了 对 其实作为男低音吧 在我印象中 觉得比我们男中音 还要难唱 因为作品少 对 然后就是 让大家 传唱的那样作品 就更少 更不好唱 所以说我想紫玉的 追求的那种 演唱的方法 和追求的那种理论 二位哥哥 是不是也认同 对 我觉得紫玉是一个 男低音里边 非常会用脑子 然后永远跟着时尚走 我的所有的作品 我认为好的 我第一时间就发给他 都发给我 让他给我评论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专业 非常棒的一个 音乐专业的评论家 非常有识别能力 他是评论家 我觉得真是 他是埋没了 他这一方面 才能给埋没了 所以我说 我跟紫玉就一直在探导 这么多年来 我们很少在一起 总聚会 什么很多 但是我们从那个 40年前开始 82年就开始 他唱的东西 我也很欣赏 那时候 其实他比我 近专业早 我是79年到 我来到总政 76年 对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他作为男低音 就比较灵活了 就已经偏重于 语言作品了 我们都是属于 唱法 服从作品 服从语言的 那一类型 我们俩互相 经常探讨 我的作品 到他那以后 第一时间会回馈 他真的 不惜美言赞美我 因为同行 不太容易 把那么好的语言 端出来 跟你说 跟你交心 就那种 你还没火呢 他就赞美你了 对啊 有不好的 有不足的之处 他也给我点出来 我也是 他听他的东西 我也会给他 直接说出来 比如说 我说你 怎么就是 方法用得太狠 对 就是 这是我们男中音 男低音的 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容易带有方法 带有歌唱性太多 所以我们俩经常探讨 他也赞同我 我也赞同他 然后说这么多年来 始终是围绕着专业 来维持这个 我们俩的友谊 和这个话题 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这期节目 很有意思啊 第一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 还不太了解 你们三个人 是一家人 让我们知道 了解了你们 觉得咱将来呀 咱找个时间 童老师也来 咱们可以再请两位呢 这个我们 这个中低音的男生 我们可以做一个 真的是做一个 小的一个合唱 就是甚至可以做 无伴奏 对 甚至因为你们的 你们自己就是伴奏啊 我觉得 这真的是 甚至可以去演出 就我们做一场 就是男中音 男低音的演出 你们去 你们弄吧 弄吧 我去卖票去 肯定弄吧 肯定可以 对对对对 咱们同样是一会 和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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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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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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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爱你中国 李宗盛 李宗盛